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现在的时间是10点40分 7月16号晚上10点40分 那早上9点打完AZ的疫苗之后 很多人一直问我说 到底有什么感觉吗 会不会发烧啊 会不会不舒服啊 然后其实从我9点打到现在 10点多了 距离大概已经过了13个小时了 我的感觉就是 这一整天下来 从早上到现在呢 到晚上大概8点多的时候 一切都还蛮正常的 那大概快9点的时候会觉得 额头有没有感觉 有点闷闷烧烧的感觉 那其实也还好 那我那时候拿我的耳温枪呢 我去量了一下 大概是36.45度 也没有发烧 那我现在10点多 我现在感觉就是 我的打针的这个左手背呢 就是抬起来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 因为说真的 你今天身体被打一针被挨一刀 有感觉应该是很正常的 所以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呢 我会觉得还好 也没有像网路上说 大概10到12个小时 会有一些反应 也没有发烧 然后身体上也没有任何疼痛 那我拿我的耳温枪呢 来量看看说 我现在温度到底是几度 那时间是10点42分 完全没有作假 那我们来量一下我的耳温 36.4吗 36.4 这还是绿色的 所以搞不好 到时候绿幕很难卡 36.4 我再量一次 所以看起来是没有发烧 那至于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一种血氧剂呢 我也量看看好了 反正都要量了 大家把就量好量满吧 心跳是116 心跳112 血氧大概是96、97左右 那今天晚上大概8点多的时候 我的心跳一度到了120多 那我当时感觉有一点点心悸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因为药剂的关系 还是我自己的心理因素 反正我就是拿这些数据当参考 所以我现在是过了13个小时 那我刚刚洗完澡 所以我的血氧是90多 那我已经坐下来 大概已经坐了10分钟了 可是我的心跳大概是110 113左右 OK那也许 10点我要睡觉之前 我再测一次 那明天起来看看会不会说 有人听说晚上睡到大概5点多 我整个身体会非常的疼痛 所以我明天再试看看身体会不会这么的疼痛 那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就没事了 那如果有的话呢 我再把这个感觉分享给大家 OK那我们等等 明天见咯拜拜 OK大家找今天7月17号 现在是9点46分 那昨天打完之后呢 我本来以为是说我会发烧或是会肌肉疼痛之类的 不过看起来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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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现在37.5 基本上还是没有到38 37.5 基本上有点烧了啦 所以跟昨天的温度大概 体温大概高了快一度 那我们量一下我的血氧跟心跳 那昨天晚上睡的时候 觉得施打的这个左手背 有一点点痠痛 OK 血氧是97 然后心跳102 我昨天心跳跳到120几 就是跳到快到有点心机的感觉 不过觉得还好 那他这个副作用上面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副作用有些什么 急肠腱的话头痛 有一点点啊 没有那么的严重 恶心没有 肌肉疼痛没有 关节痛没有 接踵部分触痛 有一点 就是摸的时候会感觉到 有点痛 然后疼痛没有 发热有一点点 烧痒没有 瘀青没有 带卷还好 不是 大概10分的话 我会给的大概2分吧 发热有 发热是没有 然后常见的话 血小板低下症没有 呕吐没有 腹泻也没有 注射部分肿胀 没有 红帆没有 发烧大于38度 37.5还差0.5 淋巴结肿大没有 食欲降退没有 头晕有一点 四岁没有 多汗没有 烧痒没有 披着没有 很少见的是血栓 合併血小板低下症 或是过敏 所以打下去 我觉得还好 也没有像网络上说的 什么全身疼痛 或者说肌肉关节痛 什么都没有 就是打针的这个地方 碰触的时候会感觉到痛 那有点像是 你的身体有一个伤口 就大概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今天是打完针过 十二十五个小时 那我们再持续观察 应该观察个四十八个小时 就没问题了 疲倦 头痛 肌肉酸痛 体温升高 胃冷 关节痛及恶心 这些症状随年龄层增加而减少 也就是说 你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呢 你这些症状会比老年人还要多 所以我没有这些症状的话 表示我年纪 算是比较大咯 现在是早上十点 那如果我们今天晚上没事 其实就大部分大概是这样子 那听说第二季会反应更大 不过 都要等十二周之后的事情了 反正一季一季打嘛 OK 那现在是十八号晚上的九点半 那也就是说呢 我打完疫苗之后 已经整整经过了六十个小时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六十个小时 大概的感觉跟经验 我大概是打了 打增晚之后的第十一个小时 我早上九点打了 我大概在晚上的八点半的左右呢 我的心跳来到了一百一十九下 那当时呢 我会觉得说心跳跳得蛮快的 心跳跳得很快了之后呢 我就大概知道说 这个疫苗的症状呢 已经快产生了 那果然呢 在晚上睡觉之前呢 我的心跳呢 大概是维持在一百一 一十到一百二十左右中间 那体温呢 大概还是在三十六点五度 那我晚上睡觉之后早上起来 我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量了体温 那体温大概已经飙到三十七点五度了 那心跳也大概一百一十左右 那整个人呢就觉得说整个头呢就很闷热 那还没有到说发烧就是要到三十八度以上才叫做发烧 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应该还好 然后所以早上呢吃个早餐 那吃完早餐之后看个简讯之后突然整个人就是头重脚轻 那当下呢我只想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那想不到一睡呢就从早上的大概十一点多不到呢 就一直睡 睡到下午的三点才起来 然后呢回个简讯说虽然是人是起来了 可是呢你就是大概只能起来上个厕所 然后喝点水 然后继续躺着睡 那就这样子起来喝水睡觉 这样子步骤呢大概循环了三次之后呢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起来 这时候呢果然过了四十八个小时之后呢 体温呢才回到正常大概三十六点五度左右 那心跳呢也回到了大概正常 大概七十八十左右的心跳 那中间呢就是喝水睡觉 然后也没有吃普拿疼 就如同他们的胃教单上面写的 四十八小时之后真的是症状好了一点 那今天是第三天 我早上起来之后就精神很OK了 那一整天下来也没有发烧也没有头晕 然后不过呢现在手背上呢 就是像这样子 也没有人说的像是什么瘀青啊 或是什么发肿的之类的 那有些人能问我说为什么我那一天就可以直接打疫苗 那至于说第二季会不会像这样子的顺利 我不晓得 不过我将我以上呢打了这一次AZ的疫苗跟大家分享 那一样呢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Jerry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